第544集 雪峰仙子所在的白祖 算是九鼎神国的附属家族 对九鼎神功了解很多 九鼎神国的神功深处 算是全天眼大陆天地元气最丰富的地方 杨云在那里修炼是情理之中 仙子说的不错 不过地利不如人和 杨云为了神功速成 已经失去了人心 九鼎神功的大阵也要人主持才能发挥威力 杨云在闭关怎么可能亲自主持 至于其他人 哪怕是九鼎神国的神海强者 他也不愿意效命于杨云 这样一个杀了自己曾爷爷 又用强制手段奴役全天下神海强者的魔头吧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雪峰仙子 神皇陛下 还有上真人 请你们让所有被种下追踪印记的神海强者聚集在这里 我为他们一并解除追踪印记 而后一起通过杨云布置下来的传送阵 传送到九鼎神国神功前 我撞刻一个阵盘 汇聚所有人攻击 联手攻破大阵 届时我与杨云一战 林明这一番话说出来 中气十足 而且蕴含着强大的自信和气势 这就是所谓的亡者之气 众人听得不免都受了感染 雪峰仙子心中暗叹 这种自信和执掌的气势是慢慢积累下来的 林明这种人如果不羞武 入俗世中也能成就一代帝王 好 我去着急 上月天和李玉霄一起说道 杨云为了魔攻速成已经不择手段了 得罪了全天下的神海强者 如今他们只是缺少一个领袖 就可以对杨云群起而攻之 而林明正是这个领袖的最佳人选 解除了他们身上的追踪印记 他们必然对林明感恩戴德 届时几十个神海强者一起通过阵盘攻击 九鼎神功的阵法再强也抵挡不住 杨云相当是自觉坟墓 一张张传音符被上月天等人发送出去 说起来之前杨云的传送阵网络已经完成了大半 直到舞者的准确位置后 用连环传音跨越数千万里传递消息也十分快捷 一道道阵符被打出来 联合阵旗阵盘在空中快速演化成一个大阵 慢慢落了下来 这是一男一女两个深海强者在布置长距离传送阵 这自然是杨云交代下来的任务 眼看大阵要布成了 那男子却叹了一口气 异性栏珊的说道 哎 第十二个传送阵了 还有二十天 看来我们完成任务是不成问题啊 就是不知道之前布置的传送阵 有没有出差错呀 这次的传送阵任务 杨云下了死命令 完成不了 后果很严重 女子默默不语 仿佛没听见似的 男子看到这一幕 一阵心疼轻声道 玉儿 别担心了 事情也许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那几个失踪的深海强者 可能另有原因啊 男子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了 这对男女是一对夫妇 名为玉儿的女子 被杨云种下追踪印记 这还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他身负一种名为月光的一种血脉 而在此之前 有七个一种血脉的深海强者 失踪 其中三人确定死亡 其他四人也凶多吉少 出手的人十之八九是杨云 让他如何不绝望啊 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是圈阳起来等待宰杀的高阳一般 男子说了几句 也说不下去了 他的实力比名为育儿的女子更强大 如果是以前育儿受的生命威胁 男子完全可以说出一些会保护他的豪言壮语 可现在面对杨云 他却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差距太远了 说什么保护妻子的话 他自己都不信 男子正不知该说什么好的时候 突然一道火光在他面前闪过 是传音符的光芒 声音同时传给了男子和育儿 李玉霄 骑行神皇 他找我们夫妇干什么 男子微微一争 静心聆听 传音符的内容很长 当听到前面李玉霄提起杨云为了修炼大血炼术 而杀死七个身负一种血脉的神海强者的时候 男子气得浑身发抖 而育儿更是脸色惨白 嘴唇轻铲 李玉霄虽然说没有证据 可这种事情根本就不用怀疑 他们自然有根据道理明辨是非的能力 而且李玉霄也没有撒谎的理由 之前还只是推测 还抱有一分侥幸 现在得知确切情况 却彻底把他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杨云 这个畜生 男子咬牙切齿 心中充满愤怒和仇恨 要知道魔道功法经常是杀到淫到不分家 自己的妻子如果被杨云劫持过去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自己羞武一生 达到大陆最高层次的神海 疯狂称帝 到头来竟然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男子紧握双拳 指甲都抠进了肉里 然而听到后边的消息 他这手指渐渐松开了 目光中闪过一丝期待 惊疑和不可置信之色 林明归来 联合天眼大陆所有神海强者 攻打九鼎神功 而且还能为我们抹去占领印记 跟自己妻子对视一眼 同样在育儿的眼中看到震惊的表情 可这震惊中却隐含着一丝希望 就算赢不了杨云 能够先解除追踪印记 那就是救命之恩呢 这才不到四年 林明就要占杨云了 他哪有这个实力啊 男子难难自语着 而且他竟说 能为我们解除追踪印记 难道他的占领 也达到白银圆满了 这可能吗 育儿捏嘴传音符的火光 咬着嘴唇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也回去看看 我哪怕是战死 也不会任由杨云 把我当成俊阳的猪阳 在距离白玉山脉十万里远的一处峡谷 在短短三天内聚集了五十多个神海强者 抠掉修罗神国 还有修罗神国附属势力的二十多个神海强者 抠掉西北大漠 全天眼大陆的强者已经来了八成了 七星陛下 林真人呢 是啊 林真人呢 人们纷纷询问李玉霄 尤其是那些身上有追踪印记呀 或者有一种血脉神体的神海强者 尤为心机 要知道 他们这些人都有追踪印记 被杨云控制的死死的 聚众反抗杨云 如果赢了 当然结大欢喜 如果失败 那是必死无疑 神海强者数千年寿命 是一方霸主 谁愿意死啊 如果不是杨云 逼得他们无路可走 他们也不会拼死反抗 现在他们豁出性命来 当然需要一个合格的领袖 否则明知是送死的话 还不如苟延残喘啊 林明的天赋 无人怀疑 那绝对是天眼大陆十万年来第一 可林明实力如何 他们心中没底 毕竟三四年前 林明还不如普通的神海强者 现在的林明就算其余再多 又怎么能对抗杨云呢 众人正在心急之时 林明身穿一身白衣 从白玉山脉的洞府中 走了出来 此时的他气息内敛 不履从容 如同在虚空中迈步 踏风而来 诸位 稍安五躁 林明抬手虚压 声音中蕴含着一股无形的强能 让听到他声音的人 不由自主的安静下来 他就是林明啊 似乎与杨云给出的画像上 有些差别 确实啊 容貌虽然相似 可林明本人身上蕴含的气质 画像上是体现不出来的 我见过不少强大的人 或是气势强大 夺夺逼人 或是气息绵长 深沉似海 又或是气息内敛 反普归真 看起来跟凡人无异 可这个林明最为奇特 看着他 感觉就像是面对一方混乱的星空 没有秩序 没有边境 不可揣测 说话的是一个青山老者 续着白羊胡子 脚下踏着一方低溜溜旋转的罗盘 凌空而立 这老者名为天境真人 凭借自身实力突破神海 而且修为达到神海中期顶峰 在阳云造化老人等人出现之前 实力位列天眼大陆前十 脚下内方罗盘 传闻能推演过去未来相当神秘 而且这个天境真人也非常长寿 并且还保持着相对年轻的外貌 天境真人在天眼大陆神海强者中 威望极高 就是因为他的眼力 他第一眼对林明的感觉 如同面对一方混乱的星空 说的其实就是鸿蒙空间 天境真人 你这眼力最好 你算算 这林明能不能对抗杨云 我总觉得心里没底 再过个五六年 也许还有可能 天境真人道 未来又无穷变化 推算起来谈何容易 我现在的修为 也就是推算一下一个凡人国度未来的契约 想推算一条真龙未来的命数 我可没这能力 天境真人连连摇头 倒是引得林明望了过来 哎哟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能推算未来的功法 还真是神奇呀 林真人 你能借开我们身上的追踪印记吗 一个婉转洞听又略带急促的女生传来 问话的正是那名叫育儿的女子 身负一种血脉 又有追踪印记 杨云要想杀她 她逃都没法逃 是啊 能先为我们解除印记吗 有人立刻附和育儿说道 这才是最重要的 除去了印记 就算行动失败 也有逃走的可能 只是林明虽然占领强大 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达到白银圆满 他们无法相信 毕竟林明的修为 不过是五重命运而已 而白银圆满占领 按照雪峰仙子所说 至少需要神变其后期的修为 才能达到 五重命运到神变后期 这中间跨度有多大 已经无法想象了 可以 林明伸出右手 轻轻一弹 一道灰蒙蒙的能量 如同剑矢一般 射入育儿的身体中 这灰蒙蒙的能量 自然是鸿蒙占领 虽然只是白银大成 可品质 却比上古魔头的白银圆满 占领要更强 占领游走一圈 化成一杆银灰色的短枪 对准育儿身上的占领印记 狠狠冲击下去 咔嚓 这占领印记 如同玻璃一般破碎开来 瞬间被冲散 抹杀 灰色能量流污 从育儿体内飞出 前前后后 不过几个眨眼 育儿脸上 却是呆呆的表情 这 已经解除了 育儿的丈夫就在他身边 不可置信的说道 他也拥有占领 虽然只是最低级的青铜成形 但却能感知出一点点 育儿身上的占领印记 消失了 几个眨眼的时间 杨云留在他们身体中 让他们数年来寝食难安 如同催命符一般的战灵追踪印记 竟然被林明如同拔萝卜一般 轻易给抹掉了 这也太容易了吧 拥有战灵的神海强者 可不在少数 都发现了这一点 这证明林明的战灵强度 要比杨云更强 银灰色的战灵 怎么会是银灰色呀 天镜真人无法理解 他对战灵品级了解的很多 可却从没听说过银灰色的战灵 林明自然不会多解释 他说道 我们速度快一点 杨云应该已经发现 他留下的战灵印记被抹去了 十夕时间 我把所有人身上的战灵印记抹去 而后我们集体通过传送阵 抵达九顶神国皇城 灭杀杨云 林明说的中气十足 言语间带着王者的自信 十夕 十夕怎么能够啊 众人正疑惑 林明是不是口误说错了 就在这时 林明手指连弹 几十道银灰色战灵飞出 如同一根根短小精致的头枪一般 分别射入几十个深海强者体内 这一幕 看得在场舞者瞠目结舌 林明难道一口气 要为所有人解除战灵印记吗 这也太生梦了吧 他们本以为啊 解除战灵印记 需要小心翼翼 一次次用意志 慢慢来消磨 才能完全抹杀 之前林明几个眨眼的时间 抹掉育儿仙子身上的战灵印记 已经让他们十分吃惊了 可没想到接下来这一幕更疯狂 林明要成片成片把战灵印记给抹杀了 其实这不奇怪 林明原本的鸿蒙战灵 就要比上古魔头的战灵厉害 当初上古魔头留下战灵印记的时候 也是成片成片留下来的 林明当然能成片成片的抹 一个个微不可查的轻响 从众人体内传来 仿佛是灵魂破碎的声音 几十道战灵印记 在十息的时间被林明彻底抹杀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惊得说不出话了 也许林明真有那么一些可能 在三四年的时间内成长到足以击败杨云的境界 此时在九鼎神宫深处 杨云全身浸泡在血池中 已经到了修炼的紧要关头 他的身体笼罩在一个血涂中 粘稠的鲜血被他从口中吞入 流遍全身经脉 而后从毛孔中渗出 一丝丝血脉能量的精华 在杨云体内沉积 在杨云眉心 那一道竖起来的缩形红纹竟慢慢的裂开 演化成一个鲜红的眼球 眼球的外表又包着一层血精 看起来诡异无比 在杨云身体周围 那一道鲜血道图也在缓缓收缩 仿佛要融入杨云体内 一张一缩仿佛呼吸心跳 诡异无比 是时候了 吸收了这鲜血道图 我的大血链术便会接近圆满 接下来要做的 只是把血法之眼孕育出来 最多只要一两个月 我的大血链术就会大成 到时候 我用血法之眼 吸收林明一丝血脉之气 就可以在千万里范围内 看到林明把他找出来 杀了他 夺他的气韵 获悉他强大的秘密 我就能踏上无道巅峰之路 原来杨云眉心那一道缩形红纹 是第三只眼 血法之眼的雏形 而当这只眼睛完全凝聚出来 就可以覆盖千万里范围 搜寻林明 至于林明的血脉之气 在数年前奇迹神殿之行中 杨云早就在与林明的交手过程中 得到了 血法之眼 吸收血脉之气 看透林明的位置 这就是通过大血链术 寻找林明的具体方法 鲜血道徒 血肉钢体 合二为一 杨云大吼一声 全身力量如同山崩海啸一般爆发出来 一条条浓郁的气血之力 凝成实质化的触手 每一条触手只有小指粗细 可数目却有几千条之多 这些触手 缠住了一张一缩的鲜血道徒 想要把它完全拉入自己体内 鲜血收缩 抵抗鲜血道徒的自然之力 而杨云双目血红 全身清净如同蚯蚓一般爆起 用出全部的力量 还差一点 就差一点了 杨云咬紧牙关 眼睁睁看着鲜血道徒 已经有八成 没入自己体内 可就在这时 突然他感觉灵魂身处 一阵刺痛传来 仿佛挣扎 嗯 什么 杨云一个分心 鲜血道徒 挣脱了十分之一的鲜血触手 又开始向外扩张 有人抹去了我的战灵印记 杨云心中惊怒 战灵印记跟本体战灵相连 被人强行抹去 自然会对本体造成影响 尤其在这修炼的关键时刻 一个不好都能让人走火入魔 不过只有一个战灵印记被抹去 他还能够承受 杨云深吸一口气 目光中闪动着一丝杀机 他因为沉寂在闭关中 根本无暇去追踪那些被他中些印记的神海强者的位置 也不知道他们聚集到了一起 直到一个印记被抹杀 他才被灵魂的刺痛惊醒 那战灵印记虽然是上古魔头留下的 不过杨云现在吞了上古魔头 已经跟对方的灵魂合二为一 上古魔头的战灵印记就等于是他的 被抹杀他也会疼痛 我留下的战灵印记个个都不相同 被抹去战灵印记是那个叫育儿的女人 他居然敢背叛我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抹去了印记 难道是林明做的 杨云想到这儿又微微摇头 可能性不大呀 林明就算意志强 也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 在五重命运的情况下 把战灵推动到白银圆满的程度 也许是从造化老人那里得到了什么十万年前流传下来的宝物 这个老东西底牌很多呀 有老奸巨华 不过这次我修成血法之眼 也会将他一并铲除 他的气血之力 我也留下了一缕 杨云冷冷一笑 他行事总会留下一些后手 只待他大血练术一成造化老人也要被他抽血练随 杨云以意念分出触手 再次去抓鲜血道徒 刚才只是让十分之一的鲜血触手松掉了 影响不是太大 这次占领印记破灭 在我修炼最紧要关头打扰我 差点让我修炼失败 待我修炼大成 育儿仙子 我会慢慢算这笔账 似乎你也是一种血脉 杨云闪然一笑 笑容中蕴含着残忍的味道 与以前俊逸洒脱的他完全不同 这一是因为大血练术带来的气质改变 第二也是更直接的原因 那就是杨云吞噬了上古魔头的灵魂 可却没有抹杀上古魔头精神印记的能力 与之融合后自己的人格不可避免受上古魔头的影响 现在的杨云其实已经不是纯粹的杨云了 而是以杨云原本人格为主导的杨云与上古魔头的融合体 这样的融合体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除非杨云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境界 将上古魔头的灵魂炼化掉 恢复纯粹的自我 否则很可能精神错乱变成疯子 嗯